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今日談 我是韋婷 柬埔寨國防部表示 中國將向檢方移交兩艘056C型護衛艦 消息一出引發西方國家和媒體的高度關注 美媒炒作 中國向柬埔寨提供軍艦 意圖換取在柬埔寨軍港的長期存在 柬埔寨為何想要中國的056C型護衛艦 056C性能如何 中國是想用軍艦換軍港嗎 中國若增加在柬埔寨港口的軍事存在 西方為何緊張 另外 中國和泰國剛剛結束19天聯合空軍演習 美方稱中國在中泰演習中 出動了解放軍的各類精銳武器 中方都出動了哪些看家武器 然而在中泰聯合演習結束後 泰國卻把12架戰機訂單給了西方國家瑞典 與西方戰機相比 中國戰機競爭力不足嗎 相關話題 今天我們要請到軍事專家 陳昊陽先生做分析解讀 首先通過短篇了解一下相關情況 柬埔寨國防部發言人 瑪麗舒杰達表示 這兩艘056C護衛艦 是檢方根據防御需求 主動向中國申請的 這純粹是為了提升柬埔寨的海洋防御能力 保障海上安全 並將用於海上巡邏 搜救任務 以及其他人道主義活動 他指出 兩艘全新的056C護衛艦 預計將於明年或更晚的時間 移交給柬埔寨 他還提到 柬埔寨過去也接受過 來自其他國家的軍事支持 包括軍事訓練和武器裝備 這次軍事合作 完全符合柬埔寨的憲法規定 不會影響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瑪麗舒杰達重申 柬埔寨憲法禁止外國 在柬埔寨內建立軍事基地 柬埔寨政府不會允許 任何違反憲法和影響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軍事合作項目 他呼籲媒體停止炒作 關於中國在柬埔寨建立軍事基地的謠言 瑪麗舒杰達強調 所有與中國的合作 均遵守柬埔寨憲法 特別是關於禁止外國 設立軍事基地的條款 他指出 柬埔寨與中國的合作 旨在提升國防能力 確保國家安全與穩定 陳先生您好 我們看到柬埔寨國防部表示 根據本國的國防需求 主動向中國申請兩艘056C型護衛艦 柬埔寨為什麼會需要增強 海上防衛能力呢 目前它又面臨著 怎樣的海上安全壓力呢 柬埔寨的海軍力量非常的薄弱 我們大家通過一些公開資料的話 基本上看到的話 它的目前的海上作戰兵力的話 就是像魚雷艇 還有小型的登陸艇之類的 基本上約等於零 那麼現在柬埔寨 尤其是這一個月以來的話 隨著運河的開挖等等 基本上處在一個封口的階段 在這個封口的階段的話 你運河開挖了 就涉及到運河回頭的 整個海上運輸線的安全 所以如果原來柬埔寨 對這個海上安全還不是特別在意 特別重視的情況下 突然間 這個你有沒有一支 比較強的海上作戰力量 能不能維護自己的港口安全 能不能確保至少近海的 這麼一個海上運輸線的長通等等 這個對於柬埔寨來說 就不得不考慮了 原先你就是幾艘魚雷艇 幾個登陸船等等 那一旦海上遇到點事的話 可以說柬埔寨的海軍 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不得不要考慮 我多多少少 手裡得有點假話事 那麼這個假話事是什麼樣呢 它的來源渠道怎麼樣 自然而然也就考慮到咱們了 我們知道056C型護衛艦 是中國海軍的一種 現代化輕型護衛艦 有西方的媒體解讀說 056C型的這個C 可能就是肯伯地亞 柬埔寨的一個縮寫 056型護衛艦的整體性能 您又怎麼來評估呢 柬埔寨為什麼會選中它 056和056A型 是咱們自己建造的 一款新型的導彈護衛艦 滿載的排水量的話 大概是1000多噸 那麼這種導彈護衛艦的話 作戰性能相對來說 是比較全面的 76毫米的艦炮 有防空導彈 有反艦導彈 另外尤其是056A型 比較強大的反潛作戰能力 這款導彈護衛艦 在咱們解放軍的海軍作戰 序列裡面的話 基本上是 也就是打個砸 看家戶院的 主要是近海的港口防衛等等 但是放到柬埔寨海軍來說的話 那一下子就是高大傷了 等於相當於柬埔寨 你原來就是開個拖拉機的 現在突然間 你能夠開上奔馳寶馬 這樣的小轎車了 所以它的作戰性能 提升的不是一星半點 這是首先一個 這個艦艇的性能 對於柬埔寨海軍 提高當前的海上的防衛能力 確保它的出海口的長東 是非常有價值和幫助的 第二個就是您剛才提到的 056C 056C這個目前 在咱們國內的話 是沒有這個型號的 咱們是056和056A型 056現在已經全部移交給海警了 056A型是目前解放軍海軍 自己大量裝備的 具備比較強的反潛作戰能力 以及其他的近岸的防衛能力等等 後面沒有B型 更不用說C型的 那麼正好柬埔寨 它的英文國名叫Kambodian 那麼第一個字母就是C型 自然而然大家會說 這可能是不是056的一個出口型號 國際的通行的武器裝備的 出口慣例的話 就是某一個型號武器裝備 出口到哪個國家 那麼這個國家的英文名稱的 頭一個字母 往往會加在這款型號的後面 比如說我們出口巴基斯坦 054A型導彈護衛艦 那麼出口到巴基斯坦 後頭的話會加一個P字 就變成了054AP型 因此這款056C型導彈護衛艦 到了柬埔寨的話 應該是我們專門給柬埔寨的一款 056的出口型 目前看到柬埔寨方面表示 之所以向中國提出申請 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的軍事技術 還因為兩國的長期友好關係 中柬埔寨之間的關係 特別是軍事領域的合作 您還有什麼樣的觀察 這個剛才提到了一個詞 特別重要 就是中柬兩國長期的友好關係 中國和柬埔寨之間的關係 那不是一天兩天的友好了 我們倒數往前數吧 基本上好幾十年 甚至從咱們國家的開國開始 柬埔寨的元首包括國王 到咱們國家來訪問啊 甚至是居住啊 都是長廊長廊的事 以前我們經常聽說 做咱們國家的國慶招待會的時候 一提柬埔寨國王 西哈努克 新王出席啊等等 中國和柬埔寨的兩國關係 那是全方位的 現在我們經常提到 全方位的戰略合作關係啊等等 那麼幾十年前是沒有這個詞了 實際上中國和柬埔寨兩國關係的話 幾十年以來基本上全部都是這麼一個 關係的等級 甚至我們往前推三四十年 我們當時跟蘇聯提出 中蘇關係要改善 我們說有三大障礙 其中有一個大障礙 就是越南必須要從柬埔寨全面撤軍 那麼為什麼要提出這個 一方面這是為了說 我們制衡越南小霸當年的那麼情況 還有一個就是基於我們和柬埔寨 一個長期友好的母親友好關係 那麼現在這個柬埔寨 無論是通過自己國家安全的需要 還是它這個經濟發展的需要 出海口啊 運河啊等方面需要 需要這樣的武器裝備 像056C型這樣的裝備 另外整個柬埔寨的武器裝備 它是軍隊的建設 前一陣柬埔寨還搞了一個閱兵式 大家突然發現了 原來柬埔寨也是中蟹軍 中國的中 軍蟹的蟹 然後呢 軍隊的軍 就是青一色的 基本上全部都是咱們中國 武器裝備的出口到柬埔寨 而且這些武器裝備 還不僅僅是輕武器 從火炮 火箭炮 鑽甲車 甚至到還有其他的重型裝備 全部都有 所以中柬兩國 它不僅僅是經濟關係 政治關係 另外軍事關係等等 是全方位的戰略合作關係 而且是歷史源源流長的 還有分析說這次向柬埔寨移交 056護衛艦可能是通過 熱船移交的方式 開闢中國對外軍貿捐援的一個新形式 熱船移交到底是什麼樣的意思呢 又有什麼樣的意義 對 這次056C型要出口到柬埔寨 大家注意到一個 就是它的出口方式和以往 是不太一樣的 之前美國人就長期炒作 中國有兩艘056導彈護衛艦長期駐紮停泊在 柬埔寨的港口 說可能是中國要在柬埔寨的那地方設立海軍基地等等 現在回過頭來看的話 基本上這兩艘056導彈護衛艦長期住在那兒 是進行艦員的培訓工作等等 另外還要注意到這次移交的另外一個細節 就是國內056A型導彈護衛艦沒有單獨開工 就是如果你某一型武器裝備要出口到另外一個國家 是不是要專門為它量身定制並且建造 而國內沒有為柬埔寨專門去建造這兩艘導彈護衛艦 也就意味著這兩艘導彈護衛艦 是從咱們解放軍現役的作戰序列裡面 移交給它的 那麼你剛才提到了一個詞叫熱船移交 很多朋友們不太知道熱船移交啥意思 就是我們舉一個車的概念 因為大家家家戶戶都有家庭叫車 那麼放在十多年前有一個詞叫磨合 就是新車從4S店 然後你買回來之後 那個車的發動機整個車礦 你要進行幾百公里的磨合 為什麼 車是新的 然後包括你可能剛拿駕照 你對這個車的性能也不太了解等等 新手新車到進行磨合 而放在軍事領域這樣的軍艦的話 熱船移交就不存在這個磨合 我給你的是我們已經用的非常非常好的 已經這個船包括動力系統包括各個艦載系統等等 已經完全磨合好的但不是成就的 然後我還要手把手在這艘船上給你進行培訓 然後培訓完了我們自己的艦員通過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陸陸我們回國 然後這條船就完完整整 非常熟練你可以馬上就接手用了 這叫熱船移交 這個熱船移交實際上是開闢了咱們武器裝備出口的一個新的階段 熱船移交它不僅僅是說在這一次對柬埔寨我們開闢了這麼一個新的方式 而且對以後咱們國家武器裝備出口都是開闢了一個新的篇章 兩個方面 頭一個方面就是我們現役裝備的出口 以前咱們武器裝備的出口的話很少有把現役裝備作為出口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這些年來咱們武器裝備生產數量在不斷的增加 我們有自己的鬥爭的壓力需要盡可能多的裝備數量等等 所以現役裝備輕易是不出口的 要不就給你單獨為你們定製一個型號 單獨來進行建造出口 要不把退役的裝備給你 我們現役的裝備是要緊著自己用的 而現在呢056我們直接打056A型現役裝備掉兩送 直接出口給你 說明什麼 說明我們現在的產能大呀 我們的裝備數量足夠多呀 所以這個熱船移交首先第一個看出來 我們現在在一些新型的武器裝備方面 我們已經有足夠的產能 我們有足夠的裝備數了 第二個我們可以拿現役的裝備出口 就是我們對自己的裝備的性能 已經有足夠的信心 很多國家在購買我們武器裝備的時候 都是有一個疑慮 就是看看這個武器裝備 你們解放軍自己裝備沒有 如果你們自己沒有裝備 那心裡想了這個裝備是不是性能不夠好啊 是不是你們對還有所保留啊 所謂的單獨定制是不是性能有縮水啊 或者以前的說法叫猴板啊等等 現在我們拿現役裝備出口 叫什麼非常大方非常開放 我們自己用的是什麼樣的裝備 我給你也是什麼樣的裝備 就是充分的自信 在這種自信的背後實際上也說明我們有更新一代的武器裝備 在發展出來 目前呢中國向柬埔寨提供軍艦 引發了西方國家的高度關注 美國媒體是說中國還援助了柬埔寨雲壤海軍基地的擴建 中國可能用軍艦來獲得使用該基地的優先權 美國媒體的這個說法您怎麼來分析 無中生有完全是炒錯想多了 我們都說啊柬埔寨的確是在那個東南亞地區 它是有出海口的 但是以我們現在在整個南海地區的建設 和我們海軍和空軍的兵力投送能力的話 根本不需要在柬埔寨這個地方 額外的再獲得一個海軍基地 它一來是有點交叉重複了 二來的話實際上對於按美國人所說的那個目的的話 根本幫助意義不是很大 美國人說中國要在柬埔寨獲得一個新的海軍基地 目的是為了那個馬六甲海峽 到時候暫時可以進一步地打通馬六甲海峽 這個本身美國人的說法的話 就包含兩個問題點 第一個馬六甲海峽為什麼不夠長通 我們為什麼要去打通 不就是你美國在新加坡 然後張儀海峽基地有駐軍嗎 美國一直要控制世界上十幾個重要的海上要道 馬六甲海峽它認為美國人說自己控制了 到時候一旦跟咱們發生武裝衝突的話 可以掐住我們海上的貿易線 本身美國人這個說法的話 就暴露出它試圖要利用馬六甲海峽 以及它在這個地區的軍事基地 來遏制和控制咱們這麼一個 第二個我們沿著美國人的思路 就算是你美國人說的對 你要利用這個馬六甲海峽掐我們的脖子 我們真的要打通這個口岸話 我們的方法有很多啊 我們的海軍基地 我們的空軍基地 我們的海上兵力投送能力 加上我們的航母等等 需要從雲壤海軍基地出發嗎 我們自己整個南中國海的 我們自己的兵力投送能力和方式 已經足夠了完全沒有必要 那個節外深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真的是要打通 我們像中東地區 像印度洋這樣的海上通道的話 我們現在還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避開馬六甲海峽 現在炒作了很多的有多條通路 對吧 所以整體而言美國人 就是在整個南中海 或者南海或者其他方向的話 它在炒作很多的話題 目的是什麼 第一個要干擾大家伙的事件 然後給我們吃更多的絆子 從而在南海或者是其他地區 製造更多的話題 為它的插手介入來創造條件而已 感謝您的分析 下節新聞近日談繼續帶您關注 中國和泰國結束軍演後 泰國為何把戰機訂單給了西方國家 中國戰機競爭力不夠嗎 相關話題我們稍後繼續 新聞近日談歡迎回來 中泰應機2024聯合軍演日前結束 中方出動了堅實等多款主力戰機 中泰應機2024聯合軍演日前結束 從泰國方面陸續放出的演習相關資料來看 中泰軍演這一次的規格相當之高 中方出動的戰機包括 尖機機 尖轟機 直升機在內的多型飛機以及特戰力量 根據中泰兩國的年度軍事合作計劃 這次聯合軍演不再局限於傳統的空戰演習 而是有意加入了對機場和防空陣地攻防的訓練模塊 這些新增元素的引入不僅豐富了訓練內容 更反映出解方軍在深化與泰國空軍合作的同時 也在積極吸收和借鑒 西方特別是美國空軍的作戰經驗和理念 不過在中泰演習結束之後 泰國選擇了瑞典英式戰鬥機 將戰鬥機訂單給了瑞典 在中泰演習之前 泰國軍方透露他們希望向外界採購戰鬥機 以更換目前使用的一些性能較差的老舊戰機 有分析稱泰國沒有選擇中國的堅實 或許是因為堅實在國際市場競爭力不足 部分因起步較晚及價格因素 有分析說這次中泰軍演的規格很高 中方出動了多款主力戰機 美媒說解放軍是把看家的武器都拿出來了 在您瞭解 中國都出動了哪些看家武器裝備呢 是想要震懾美國嗎 規格的確是比較高 出動的是咱們解放軍現役的主力戰機 包括前世等這樣的型號 但是你要說它是看家的武器裝備 倒不至於 泰國倒是出動了他們看家的空戰兵器 主要是殷尸等等 所以從實際上這個角度 我們基本上就可以看出兩條 第一條就是我們解放軍現在的作戰實力 或我們的武器裝備的性能 以及我們對空戰兵器的運用在不斷的發展 為什麼這麼說 就是中泰英雞聯合軍事演習已經搞了很多年很多年了 當年第一屆的時候 我們的確是拿出了我們的看家的那個武器裝備 所以當時我們派出的是殷尸和殷尸一等等 那現在呢 泰國的武器裝備沒有什麼發展 就泰國第一屆的話也是那個殷尸 比較先進的 而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在第一屆的技術上 我們用殷尸已經可以獲得比當年更好的戰機了 那我透露一下啊 就是在中泰的英雞系列聯合軍事演習的首屆 我們的跟泰國的模擬空戰 我們是落下風的 就是泰國空軍運用瑞典的 從瑞典進口的英式戰鬥機 以及加上它整個西方的空戰體系等等 在模擬對抗中我們是完全落於下風 然後這麼多年過去了 我們現在就算拿出我們空軍空戰兵器的第二梯隊 其實也就是第二梯隊的作戰兵器嘛 我們都可以完完全全地佔據上風 拿捏住那個這個瑞典製造的英式戰鬥機 這本身是不是表明我們這些年 對於空戰兵器的運用啊 包括我們空戰能力的急劇的提高 另外呢還關注到中泰的這次聯合軍演 不再局限於傳統的空戰演習 而是有意地加入了對機場 還有防空陣地攻防的訓練模塊 還有分析說解放軍是把這次演習 當成了一次實戰化的演練 把各種全新的電子戰裝備 拉到了泰國 在實戰化的環境下檢測它的性能 這次演習的具體內容 您還有什麼樣的觀察呢 對 這一次的演習跟以往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原先的中泰這個英機系列的聯合軍事演習 主要是空中模擬對抗 就是雙方的出動戰機在預警機的支持下 然後呢在不同的距離上進行空中的對抗 來演練各自的空戰的能力 但是我們說現代的空中力量的運用 不僅僅是說我戰鬥機跟戰鬥機之間的空中交戰 也不僅僅是我的戰鬥機 對對方的來襲的空中兵器 轟炸機啊來襲的導彈啊 或者你其他那個戰機的進行攔截 而且現在強調的是什麼 攻勢防空 強調的是空中作戰力量的全面應用 那就不僅僅是空中的空戰啊攔截作戰了 而且要包括對對方地面的作戰力量 進行全面的打擊 那麼對方的地面的軍事設施 包括哪些呢 機場 碼頭以及作戰部隊啊等等 空軍 剛才小片中提到了 說我們在學習和借鑒 美國西方的一些空中力量的作戰運用方式啊等等 你可以這麼說 它本身它就是一個空中力量的 一個使用的原則 空軍不是只是說我保衛自己的領空的安全 同時你要更好的奪取和保持制空權 你還要打擊對方的機場啊 港口啊 碼頭 並且為陸軍作戰部隊提供空中的援助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聯合的軍演中泰之間的話 已經穿插運用了各種各樣的 整個空戰體系全要素的那個結合 包括空中力量的 包括電子戰啊 預警機啊 在空中的運用 另外還有包括可能對地的打擊 這個也是符合目前整個中南半島的軍事形勢的 就是對於泰國來說的話 實際上這麼多年它也是有很多的安全顧慮啊等等 那麼這種安全顧慮它可不僅僅是需要說 我把自己的領空護好的問題 如果只是一味的防守 這個還是不夠安全啊 所以泰國也有這方面的想法 就是不僅要防 而且甚至還要攻防解核 其實在這次演習之前呢 泰國方面是表示想要對外採購戰機 演習中泰方也是對中國的戰機表現出了興趣 但中泰軍演結束以後 泰國最終是把戰機的訂單給到了瑞典 這背後的原因您怎麼來解讀呢 是因為中國的戰機競爭力不足嗎 這個也是一種誤解 就是泰國是咱們中國武器裝備的傳統賣家 你看一看泰國的陸軍啊 海軍啊 空軍啊 它整個三軍的武器裝備裡頭 一半也是從咱們進口的 如果它對咱們武器裝備的性能或者技術啊等等 不放心 不認可 它也不會進口那麼多啊 那麼武器裝備採購國際軍火貿易 基本上你買什麼武器 從哪買武器 從哪個國家買武器 主要考慮三條 頭一條 武器裝備的性能 第二條 價格 在性能差不多的時候看看誰家的便宜 第三個 最具決定性的 就是它整個原來的政治啊 技術啊 一方面的延續性 這裡頭的因素特別的複雜 就是我們說有的國家買武器裝備 買貴的 為什麼買貴的 說傻呀 說明明這個武器裝備 性能還不是特別的先進 還死貴死貴的 為什麼還要非得買 它考慮到自己裝備體系的延續性 考慮到跟那個購入國之間的政治關係啊等等 泰國 你看它的海軍裝備 大量的採購是咱們的 甚至目前整個東南亞地區 個頭最大的軍艦 也是從咱們這兒採購的 就是兩席登陸艦啊等等 泰國還要購買咱們的潛艇作戰 泰國的主戰坦克VT4 目前放在整個東南亞地區 甚至放在全球的話 都是可以說頂級裝備 也是從咱們這兒進口的 但是唯獨空軍的戰鬥機 基本上不從咱們這兒採購 不是說咱們的是不好 也不是說跟咱們的政治關係不好 而是有一個裝備的延續性 就是空軍的作戰系統非常的複雜 大家看到的是一架戰鬥機 它涉及到地勤的維護保障 彈藥的配套體系 以及整個空中的駕駛習慣啊 空戰體系的那個 敵我識別對打等等 這一系列 那麼你要說把這架戰鬥機型號 突然間由西方體制的 轉向東方體制的 那叫什麼完完全全要另起爐灶 所以我們說綜合考慮的話 換成我 我是泰國的軍方的話 我也會戰鬥機的選擇 繼續選擇瑞典的飲食 好的 今天感謝陳先生精彩的解讀與分析 同時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今日談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十年